今天是8月16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 A股又跌了 而且伤大指数全线跳水 那在这种行情下 到底该怎么走 其实今天的盘面让人感到迷茫 让人看不懂 为什么 大家如果仔细看 A股目前伤大指数都是跌的 可是你看一下 权重板块的房地产 大转的2.84 还有就是证券板块 涨幅也在两个点以上 那为什么房地产和证券 强势拉升 大盘还是下跌的 接下来怎么办 这两个权重板块拉升 是护盘还是有多 等一下我们就这两个权重板块 做一个全面的技术解读 如果大家对这些方向 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一些热点核心 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物作为依据 其实从分市图来看 今天是直接低开震荡 上午盘中一度拉根 但是没有拉上去 券商在盘中急速拉升了一下 但是没有把大盘给带起来 从涨幅之前的这些个股来看 你会发现目前上阵涨的是703加 跌跌1400多加 涨的少跌的多 这个比例大概在1比2 1比2 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是所谓什么 房地产证券强拉护盘 但是大多数的票都在跌 大多数板块都在跌 这也给我们一个什么 给我们敲响的警冲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仍然很弱 追高要小心 追高要什么 要特别注意 但也不要太过纠结 也不要太过担心 市场仍然属于一个什么 轮动轮换的过程中 所以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要什么呢 要谨慎对待当前的盘面 好 那接下来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抄底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从技术方面来说 大家看A股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3140多到3160 这个位置已经几天徘徊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该怎么看 这里到底是不是底部 其实说白了 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 大家知道是谁拉上去的 是券商房地产拉上去的 券商房地产拉上去的 你看盘中一度冲到了3300 对不对 冲了几次3300没冲过去 M冲过去 你也回踩往下刹 然后这里说的大跌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银号我们看这里 连续几天调整的 其实说白了 这个位置的一个震荡调整 就是在等什么 等信号 等什么信号 等政策利好的出现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在前面这里的拉伸 还是在这里的突然一个什么 突然一个惊天地转 它都是什么 都是有消息面爆出 中方利好 但是利好没有实现 利好没有出来 对不对 有T加零的 有印花税的 但是确实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朋友们记住不要慌不要急 急跌急杀 仍然是机会 但是他要是急拉了 冲高了 也要保持谨慎 不要轻的去追高 这个没有大利好落实之前 想要大涨也是很难的 大概就会在这个位置是吗 来了一个拉锯站 跌下去 有人利息 拉上去 有人减仓 就这么个节奏 所以 整体来看 这个位置是一个低点 是一个潜伏 可以博弈的点 超低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赢什么快速的来临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这个是什么 要稳住心态的时候 从今天盘面来看 两大权重连迈上涨 但是大方没拉线 你看房地产 房地产涨后达了两个多点以上 以后今天明显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放量的中阳线 大阳线 那么中大阳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其实我不说大家都应该明白 房地产在这个位置是什么 他其实在这个位置就是超低反弹 就是什么 很有可能是主力资金的什么 拉伸 自救的一个行情 前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可能很多人在这个位置高位被套了 那么这里拉伸反弹 我告诉大家 越是往上走 越是往上拉 拉到上方的高位压力位区间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 风高减仓 风高出货 这里就是一个主力资金的一个自救的行为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 所以说房地产板块 今天有多支票大涨 多支票涨停 但是你看这些票的一个特点 你会发现 就比如说天皇发展 对吧 前两天调整杀跌 但是今天出一个上涨停 这种票就是一个趋势 这里 这里对不对 那么它的趋势上涨 那从技术方面说 它明天肯定还会有一个机会冲高 但是我想告诉来的是 它整理股息并不是特别的活跃 并不特别的活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明天如果再冲高的话 你该怎么办 你不能轻易的去追 不能轻易的去顶 对不对 你顶多只是什么 逢个减仓逢个出货就行了 当然你实在想参与的盘中 找个分期点 去做一个博弈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定要忍住盘中极大 不应该去追高 还有像金头 金头这种的话 它也是属于差跌盘的 你看前期怎么涨了 怎么下来的还记得吗 我在前面跟他讲板块的时候讲过 很有可能找出A字杀 你看这种就是A字杀 如果你在这高位没出的 是不是这段时间连续杀 你会很害怕 那怎么理解朋友们 这里反弹拉高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 高位减仓高位出货 也就是说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 它如果拉到高位去了 我们该什么 该跑路来跑路 该出货来出货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盘中极大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考虑 考虑出货 不应该再去追高 还有像于开发 这种也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轮动反弹 包括中迪投资 大家看没有 深圳业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一个抽点反弹 相对来说 深圳业的技术面更好一点 因为它昨天 在这个20年线附近 期晚后 今天再上涨 那么它很有可能 暂时马上冲高 但是整体来看以趋势为准 以波段为准 总之一句话 就是我认为 前期高位被套的房地产方向的 在这个位置 逢 超跌反弹 逢上涨 我觉得大家能减价的减价 能跑路的跑路 不要再轻易的去追 不要再轻易的去顶 这里的话 就是反弹后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掉队 好 那我们能看一下券商 券商早盘也是低开高走 券商走势 明显的比其他板块要强 其实我也强调了很多次 券商是这一轮A股什么 A股反弹反击的重心重点区域 所以券商接下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这个有没走完没走完 后期不排除去冲击上方的高位 去冲击上方的高位 然后券商赚钱效益非常之好 我说券商赚钱效益非常之好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其实说白了就是 券商每次有低点 你可以搏 可以跟踪 但是盘上极大冲高 你不要追 然后你盯紧的核心龙头做就是的 花铃今天暂时涨停了 昨天涨停 这位朋友 我在昨天盘后重点讲过 甚至在前面这几天 也跟大家重点讲过 对待吧 他每次拉高 我跟大家说过 拉高冲高 你不要追 不要顶 但是盘中急跌急刹 刹到所谓的支撑位 比如说五天线十天线正向附近 是不是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低息 可以博弈 可以上车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低息了 你这个位置上车了 你想想 你现在是不是吃了肉了 是不是撞到钱了 对吧 五五均下线 十年均下线附近 这才是我们大家可以博弈跟踪的点 突破后 你看现在是不是什么 属于一个吃肉吃大肉的高级 还有就是昨天盘后跟大家说过 如果你想参与的盘中的一个分歧点 跳水急渣 就是一个什么博弈的点 你在这个位置上车了那里下降 这里拉起来 你是不是吃肉了 是不是赚钱了 对吧 像今天这个旁边 你就很有可能是吧 迎来一个大路 这个票明天正常前回价 他还会有机会冲高 有机会什么 再次拉升 对不对 好 那除了那个票之外 你看信达 信达今天也涨停的 这个票是属于赤心股 前期也跟大家说过 他是跟风水 跟风水 首创 但今天明显的 他比手创要强了对不对 那像这种票的话 一样的原理一样的失落 面临前高这个压力 今天涨停了 明天你就不能轻易来去顶了 明天盘中如果要拉高 你要考虑减仓出货 但是明天盘中要是有分歧点 对吧 你也可以博一下 博对了 同样的是什么吃肉大肉 博错了 后面来个冲高 来个拉升 你要及时策略 你要及时减仓 要什么 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要看他一涨了 你就认为他会大涨了 就直接追 这种是明显的不靠谱的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除了信达之外 你看还有谁 首创 首创是这段时间 券商板块最强的一个票 除了太平洋 他最强的 你看 他从这里启动 其实这个票 你看从这个低位启动 当时在价格 我们看一下这里 大概在14块钱左右 出现移动 对吧 14块钱上下出现移动 现在28块钱 也就是说 这一轮券商的上涨 他其实已经达到了 翻番的需求 这个首创 这是近期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票 我强调了很多次 也说了很多次 几乎天天说这个票 对不对 告诉你在这个时候 盘中就是说 奔起点低点的时候 可以博弈 尤其是找盘低开 这种低点的时候 你去博弈 你想想每次一博的话 这里拉一个大阳线 大阳线 大阳线 这个是不是撞了碰满泡满 但是你去追高 你去追高 对不对 你去追高 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万一这个位置追高了 那像前面这样子的 没有顶不住 出现一个高开低子的面 就是那你就很难受 所以朋友们记住 盘中的分歧点 低点是我们机会 但是盘中极大冲高 我们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减点仓做个梯 也可以考虑继续守 整体来看 他目前是属于强势的 一个上涨做期 在五物均价线之上 我们都可以看多 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些票 叫国联 天锋 财通 这些都出现一个大法谈 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券商板块 目前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 以什么 以 小票为主 你看券商板块 大幅上涨的 大幅出钱的 几乎都是小票 这个在前期视频当中 也跟大家讲过 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什么 一定要注意小票 爬子小的 价格低的 位置低的 对不对 都是值得大家重视 总之一句 我们回到市场本身 券商是正人资金的一个主战场 所以他后期还会有所轮动 你的票如果是在低位的 低位的 然后进行调整 也比较充分的 后期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大阳线急拉 出现一个轮动上涨 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但我就告诉大家是 如果出现轮动的急拉了 你不要轻的去追 不要轻的去顶 就比如说像中原 这个票你看看是不是 前两天 前几天出现一个什么急拉冲高 拉到上方的高位拉到5.03 如果你没忍住 在这个高位追进去了 你想想 现在你还是套住的 还套住了10个点 是不是 你明显的就是什么 高位站稿了 所以怕这种防这种 急拉了不要追 要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如果你的票是出现急拉 那我觉得反而是好机会 给你一个什么高位减仓出逃的机会 从缺少板块到房里产 这两个群众板块都出现反弹 但是大盘并没有出现什么 强势的爆发 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是在护盘 但是护盘的话 整体市场比较弱 其他板块跟不上 大家这个操作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保持谨慎 保持好自己的窗位 不能轻易的去高位 追高 不能轻易的去高位满仓 好 这一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算